基隆市议会临时会开议 市议员还是非常关心电动机车问题 特别是目前申请和发放电动机车最多的光阳电动机车 全基隆目前只有信义去一个站点 议员希望赶快增加车行以及换电站来服务民众 只有周一到周五这个时段 12点到7点半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只有一间机车行配合办理 缺车缺成这样 民众要先预付8200块 然后要等了四五个月 缺车缺成这样 请问一下光阳是产能不足吗 如果产能不足 为什么他要来拿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为什么他要来拿这个政府标案 如果是像当初市长在回答大家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政府标案 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一般的上班包含代步 都是以机车比较多 那未来的话我也是建议我们环保局的 在我们郊区郊外的 那个你也知道在实命 寻找地点设置啊 这个我们的电 充计算 一定啊我们这个比较郊外 像我们宜兰玛林啊 我们中山姑威啊 大甘寧等等啊 暖冬地方啊 那些都比较郊外 郊区这家业者 它的充电槽 它总共有几格吗 它总共只有215格的充电槽 你知道在7000台的电动机车 居然要用这215格的充电槽 它的比例是多少 它是1比32 相较于其他电动机车厂牌 它的充电槽的数量 是1比4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电动机车的充电桩 甚至充电槽的数量 真的足够来让我们基隆市民 现在在这个电动机车的使用上 是真的有电可用吗 根据市政府环保局的统计 目前总共有15000多件申请案 大约发出7000多台电动机车 还有将近8000台左右的车主 等着领车以及后续的换电问题 环保局强调 已经积极协商业者增加站点 而换电站设置 也将以李明活动中心 为主要设置地点 基隆市申请注量 跟议员做报告 也有一万多辆 一万五千辆左右 所以厂商他当然要负起他的责任 应该要针对他的这个交车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门市 要做这个必要的增加 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 很明确的传达给厂商 那厂商的这个回复也蛮正面的 我想应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基隆这种单一一家门市 这个交车的状况 应该会得到有所的改善跟缓解 对各里的李明中心 也是我们各里民众的这个聚会 跟这个活动的场所 我们会优先的来将我们的充换电站 能够来做相关的建制 但也必须说一个充换电站的建制 其实有许多的部门 必须要大家一起合作 除了我们市府的平行单位以外 其实台电的角色也蛮关键的 因为有包含这个接电影电的问题 不只是电动机车问题 包括市议会议员们提出的各项市政建设议案 议长同志委都希望能够在临时会开议时 一并说明清楚让市民充分了解 因为基隆市许多政策议题 已经成为全国焦点 希望府会双方互相尊重 加强沟通才能够真正推动发展市政 有利于市民和基隆发展的 就应该大力去做 基隆市议会全体议员也会支持还有协助 但如果有一些政策有引发讨论 我想局处间还是府会 都需要跟市民来多沟通跟对话 议员本于人民赋予付诸的神圣权利 本来就应该审慎来检视市府提出的各项议案 如果有相关的讨论 也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我想议员也代表着市民 发表他们的心声 所以希望市政府仔细聆听 慎重检视相关的政策 不要用政治角度来特别的解读 而是站在市政发展市民的需求上 重新来思考 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市府应主动积极和议员同仁来沟通 说明议案中的细节 如果有疑虑也应该慎重的来回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吵脸 请不吵脸 请不吵脸